香港五六十年代一景 小小的時候 我是說五十年代中 六十年代初這段時間 我很多朋友都是住在街上 又或者天台木屋 戰後大量難民湧入 一房難求 有人在山邊用木頭鐵皮 搭家屋自己住 有人在街邊騎樓底 放一條長板燈 一頭一尾 然後在上面放三塊床板 唯一塊花布遮擋路人的眼光 就是一個家 我住那條街 街尾就有一戶這樣的人家 我和這家人的小孩做了朋友 那個年我六歲 跟我差不多 叫我阿靖 那時候的小孩真的很棒 小小就到處走 我和阿靖 差不多天天下午 到處找東西玩 最喜歡 就是在家頓公園爬樹 刮地窿 又或者走過對面爬石屎山 有時候會沿著大埔島 走去猴子山 但是那時候的猴子 還是留守家園 就是在山上的樹 還有一件事我們喜歡的 就是看飛機 不是那些大架的客機 是英軍的小架的飛機 不知什麼水 飛來飛去 噢噢噢噢噢 我們只是覺得他們很威風 有時候會假裝敬禮 向著他們拍手 哈哈哈哈 那有半個下午 有些人說我們是好朋友 唐痴豆 我不知道 我只是記得 兩條嬰兒 又來浪蕩嘻嘻哈哈 玩到差不多吃飯 就回家 有一天我們說要捉麻雀 就拿了個鞋盒 一支筷子 一群幼繩 一些米 去到家頓公園 一個小人的角落 那條繩 就綁住一支筷子 筷子就撐住鞋盒 下面 放一些米 然後放長那條繩 我們捉住繩尾 等麻雀來剁些米 我們就拉 那個盒 就會吸住那隻麻雀 我們做足準備 躲在沒有多遠的一棵樹後面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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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個世紀 兩個平時一分鐘都不能停下來 整天都要走來走去 嘻嘻哈哈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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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不能停下來 竟然可以靜靜地捕在地上 聽到對方的呼吸 聽到對方的心跳 看到對方額頭流著的汗 看到對方雙眼裡的自己 不知為何 不知為何 當時的感覺很特別 那麼多年之後 我仍然很悶 那天我們捉不到麻雀 還自己笑自己 不知為何 我們一邊收拾,一邊笑, 雀屎都收不到一粒 天上很吵,我們抬頭看上去 不是飛機,是直升機 他們一邊盤船,一邊殺了很多紙 我們未見過下雪,應該是差不多 等紙飆下來,我們就撿給你們看 看什麼鬼,我們哪有識字,還未上學 就帶回去給大人,不過原來 他們都撿到,還很熱鬧地在這裏,七嘴八舌 我們鬥釘當然沒有人來 但後來聽聽聽,就知道那張紙寫什麼 是政府,叫那些在街上睡的人 去政府指定的新界山邊空地 自己建屋,搭木屋,自己安置自己 我和阿正都不知道事情非同小可 幾個月之後,阿正一家就揹著世縣出發 好,還有很多其他家庭一切 好像後來我長大了 在電影那裏看到那些大流亡的情景 我和阿正就是這樣分開了 很多年之後,還記得那些呼吸 和心跳,和對方眼裡的自己 很明明